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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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中央大學英文器的 我專攻的是英美文學 英文是一級棒 不用蓋 講起來保證是跟老外沒有兩樣 完全不帶口音 只有帶一點紐約口音而已 這我就不是蓋的 不過你依然很奇怪 為什麼我今天要來講透視媒體語言呢 難道我這個文學的人 跟媒體還有什麼關聯嗎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聯 第一個關聯就是我在媒體上 站在一個小小的位置 偶爾寫一些小方塊 寫一點文章殺的 某些人不爽不爽的 這是我的媒體關聯 還有一些別的關聯是說 我對媒體整個的動態蠻關心的 那不是我真的願意挑剔媒體 而是媒體是我們大眾文化裡面 蠻重要的一部分 尤其進入這個大眾文化的時代以後 你不看待媒體 還不知道自己的世界觀是怎麼樣被塑造的 我不知道我們自己的認知是怎麼樣來形成的 所以所謂的透視媒體語言對於我來講 就是分析媒體的形式和它的內容 是怎麼樣形成的 媒體所生產出來的成品 是怎麼樣被我們這些讀者 或者觀眾消費的 也就是說透視媒體語言 就是在觀察媒體怎麼運作的 它怎麼生產 怎麼樣消費 怎麼樣被我們這些讀者聽眾來看 我在這個會期當中 我看你們這個課程表上面寫 有很多製作的實務的時間 就是實際的操作 怎麼樣做一個編排的版面 怎麼樣寫標題 怎麼樣安排 可能各位像上一節 明俊男演講以後 大家也得到了一些概念說 90年代雜體的趨勢會怎麼樣 或者說你在別的課堂裡面 也會有老師跟你談說 我們作為新聞通業人員 應該怎麼樣的公正 客觀啦 切實啦 務實啦 不要虛假報導 不要扭曲啦 這類的 我們有很多很高的理想 也知道未來有些什麼樣的趨勢 也有一些實務操作的經驗 這一節我想再進一步的 就是指出來這些實務操作 這些趨勢 這些理想 到底建立在什麼樣的根基上面 我不是媒體從業人員 所以我在這邊講 對你們這些對於媒體從業 有興趣的人來講 事實上 是先把我的牌攀在桌子上面 先給作為一個警告 就是說 你要從事媒體工作嗎 不管你是跑新聞也好啦 製作文化也好啦 副刊也好啦 當你們在那個版面上 做出東西來的時候 就要小心像我這一類的人 我就是媒體批判者 所以我現在先把我的牌攀出來 指數來說 各位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有一些什麼事情要小心 因為你那個地方不小心 溜了嘴 溜了手 就會被我們劈 剛才我已經講過 你們學了很多實務 學了很多趨勢 學了很多理想 可是一個媒體從業人員的自我期許 絕對不能止於此而已 不管你怎麼努力 你還是要必須保持一個高度的自覺和反省 如果我這節課交給你兩個 什麼很有神奇魔力的詞句的話 就是自覺和反省 各位一定要維持高度的自覺和反省 因為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沒有意識到的 或者說是我們沒有掌握到的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在左右我們所想的事情 我們製作的成品 都會受到這些力量來塑造 我們只取很簡單的 從最切身的向外推廣 在第一個階段裡面影響我們最大的 就是我們個人的一些假設 以先入為主的看法 這個下面細節我會再解釋 然後再推出來的話 我們個人作為新聞職業人員 做了一個成品以後 一定還會受到上級的裁判 所以上級單位由於政策 由於立場會對我們的成品 加以修改修剪消聲或者乾脆 就不讓你播了 這方面其實沒有辦法操作 沒有辦法操縱 第三部分就是說 當你一個成品 即時通過了你的單位的檢驗 進入到播放的或者是印刷的市場上以後 你是在什麼樣的一個節目也出現 出現在什麼樣的媒體上面 被什麼樣的人觀看 也都會影響到你所製作的那個精心的成品 怎麼樣被你的觀眾或者讀者來接受 所以在這一系列的過程當中 很多事情不是你能夠操縱的 這一些我們越能夠清楚地意識到 越能夠常常自覺 常常反省 就越能夠製作 比較少毛病的作品 那下面我們就來談一下說 什麼叫做我自己個人身上的 預先的假設影響到我們什麼 比方說 我們追求的往往是一個客觀的 公正的 切實的報導 10月10日 記者在總統府面前 記錄下 10月10日有關於慶典的表演節目 我們姑且不論為什麼 10月10日會一定要報導 總統府面前的慶典 而不報導某某百貨公司的大點價 或者是某某餐飲店的大點價 或者某某人在家裡開的party 姑且不論這個 我們就說好 這位記者在總統府面前報導慶典 在總統府慶典上面 發生千萬件的事情 比方說有一位重要的外國外賓 在過程中打瞌睡 台下面有一些學生精神萎靡 教官正在痛斥他們 年輕人不像年輕人 參加典禮的時候 有一些女學生 因為平常很缺乏運動 所以在過程當中暈倒 或者有一些男校的學生 因為站在女校的學生旁邊 所以就開始打琴罵跳 或者說表演雨扇舞的同學失手 掉了雨扇 結果後面的人腳踩了半撈了 摔了一跤 甚至記者在場上面看到 當我們和平哥放出來的時候 在人們的頭頂上 翱翔而過 很多人中彈 你們知道這個人嗎 人是憋屎邊尿 鳥也要憋屎邊尿 所以說在那樣子緊張的場合 這些事情 就記者來說 都會變成不重要的事情 或者小插曲 或者小花絮 重要的是什麼呢 重要的是重要人物的講話 重要的是那個節目的名稱 哪個學校表演哪個節目 然後中間什麼什麼什麼 那這些所謂的新聞 是用什麼樣的尺度來決定的呢 如果說對於這些在場的學生來講 搞不好叫班罵他們 是最重要的 搞不好隔壁男校 求生的調情 是最重要的 搞不好今天黨媒 簡直上挨了兩類鳥屎 是最重要的 可是就一個新聞從業人員來說 他卻有權利在媒體上決定了 哪些事情最重要的 就是某某人每一年都差不多連獎子 所以在我們媒體上看到的報導出來 現在似乎是有一個公式的 不信的話 大家可以看每一年的十月十號的報紙 或者看每年大年初一的報紙 每一年都是一樣的東西 一定要報導塞不塞車 一定要報導各地慶祝新年的行使 沒有什麼新意 好像每一年都是一樣的 每一年這些事情相關的人也是一樣的 在這個場子上面發生的事情千萬的 你都可以寫 都是切實 都是客觀 都是親身經驗 但是奇怪的是 記者先生們都有一個第八感 這第八感就會挑出來某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永遠都是具有新聞性的 然後在我們的報紙上登出來 不單單說是這種慶典性的新聞 還有很多時候社會上的事物 我們這個社會產生的一些問題的報導 記者先生也都會找出來一些事情是重要的 他們的第八感會告訴他們說 這裡有一個過氣的電視明星 這位電視明星從前很娘娘腔的 人人都懷疑他是同性戀的 結果他現在因為吸食安肺辣面 以及主持牛肉場秀 被抓了 他覺得這個叫做有新聞性的 但是在牛肉場秀裡面 含著血淚表演的 廚記這些三間的少女 這個好像有什麼叫做新聞性 為什麼 因為天天都有 但是故事天天都有一個過氣的電視藝人 成為牛肉場秀的主持人 當這些媒體的從業人員 在他們的整個的新聞製作的過程當中 經過一系列的選擇的過程 而且這個選擇有很多時候不是有意識的選擇 他是原先就以一些先日為主的假設 就已經決定了說 這個事情比那個事情重要 這個事情比那個事情有時效 這個事情比那個事情有新聞性 他已經在這個過程當中 選擇了某一些東西來報導 而某些東西不報導 如果有選擇 就不能叫做全然的客觀了 就不能夠叫做全然的公正了 因為不是所有的事實 都會給予公平的機會表現 他們是某一些東西得到的表達 某一些東西沒有得到的表達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每次看到立法院裡面 會集的這個報導的時候 總是看到有人在撕文件啦 在丟這個文件到某人臉上啦 或者在搶外個風啦 在點燃沾了這個油的西裝啦 從來沒有看到他們在吵什麼事情 是因為什麼事情 這個點燃西裝這個前面 是什麼樣的話題 完全沒有 因為新聞記者的預先假設已經說 是有那些刺激的衝突的 有血的 有肉的 這種場面 它是應該的 因此 如果林青霞坐在旁聽集上 那就趕快要拍 如果說徐曉丹來了 那一定要拍 那個叫做新聞性 至於下面在講什麼法案 那個恐怕不太重要 反正他們也是天天在場 說這一大戰理由 這一大戰例子 事實上在說明說 我們在整個的製造新聞的過程當中 很難講能夠達到客觀 或者公正 或者切實意義 因為在很多事上 我們都有一些預先的假設 選擇了某些事情 而拋棄另外一些事情 很奇怪的 選擇的事情 好像就變成了所謂大多數人的關心 其他的就變成了很邊緣的 很不重要的事情 除了這個選擇性以外 我們在製作新聞的過程當中 往往也受到另外一些事情的影響 你知道一件事情的發生 從頭到尾 有無數的經過 而是記者往往只能 截取其中的來表達 而其中這個截取出來的片段 怎麼組合 又是一個問題 大家都還記得去年五月 當討伏伏要組閣的時候 知識界發起了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叫做反對軍人組閣 在五月還舉行一次大遊行 這過程大概有兩三個鐘頭 在第二天的聯合報上面 出現了一系列十五張照片 這個叫做遊行計時 真正切切實實把照片照出來 而在這個照片呈現的過程當中 大家會發覺這個遊行 是一個充滿的暴力 好像到處都打打殺殺的 一個遊行 當時參加遊行的知識界的人 這些大學教授啦 知識分子啦 很多很多的人 他們都可以做見證 在這個三個小時的遊行過程當中 只有很小的一段時間 因為走到了某一個特殊的敏感的大樓前面 所以才採取了一些 有一些人採取了一些激烈的行動 可是在聯合報的這個說故事 在這個計時照片當中呈現出來的確實 整段好像都在從頭打到尾 這件事情後來招致這個知識分子的反制 於是他們就宣布不替聯合報寫稿 他們也退報 不願意訂聯合報 也發動起他們同事同友們 通通都來退聯合報 不要再訂聯合報 認為聯合報的報導是歪曲了 是騙斷的 是扭曲了 大家從這個例子也看得出來 新聞圖約人員怎麼樣選擇自己故事的片段 編織成什麼樣一個故事 事實上就左右了大眾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而在這個事情上面利益受損的人 覺得說他的觀點被得到表達的人就會出來 於是他們就會批判媒體 認為媒體是偏心的偏坦的 或者說有的時候我們也看到有一些報道 好像這個報紙上依據東媒體那件事 一直要到那個比較邊緣的地方性的報紙上 才可以找到某一些事情的報導 主流媒體對某一些事情是絕對不報導 覺得這個東西不太重要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常常鼓勵大家 要看各式各樣的媒體 千萬別看兩大報或者黨報而已 因為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東西 是在很邊緣的很地方性的報紙出來的 也只有他們才去關照他們地方的利益 關照他們地方的關切 除了說有選擇性 除了說我們在組織固執上面 我們有一些地方可以顯示出來 我們原先的假設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時間 你在什麼時候出這樣的一個消息 我們舉個最近的例子 當美國跟伊拉克打仗的時候 你們還記得有一段時間 突然波斯灣的這個海面上面 出現大量的油汙 於是各地的新聞記者都開始報導這件事情 說伊拉克把這個醋油草打開了 放出了原油污染了波斯灣的海面 然後大家趕快去訪問一些波斯灣原有的 沙烏地阿拉伯的漁民 我們的生計受到影響 我們多慘 訪問一些生態學家 人類的浩劫 這一次的生態污染 比我們去年美國在阿拉斯加 有一艘游輪叫Exam-Baldis 這條船露出來的所有的油污染了阿拉斯加的海岸 這一次波斯灣的生態事件 比那個簡直是不知大得好 一時之間全世界 由於我們已經高漲的環保意識激起公分 大家都非常痛恨伊拉克 說你怎麼做這麼沒有良心的事情阿 一點原則都沒有 一致譴責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輿論整個的編導過來 原來有同行伊拉克的人也講不出話來了 因為伊拉克是在做的這件事情蠻壞的 可是現在戰爭終了了以後 消息又發出來了 波斯灣的油污的污染 第一是由美國風炸伊拉克的油輪 炸了他的油輪 把他的出油槽打開來了 所以流出來的 這是最早的原因 第二 所污染的面積只有原先報導的十分之一 還不知道 現在問題就是說 現在關鍵倒不再說這個新聞真是假 而是說這個新聞出現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當美國剛剛開始轟炸伊拉克 好像全世界各地還有一些人 有一點猶豫的感覺 覺得也許我們不應該用這麼強烈的手段 我們為什麼不談一談呢 說一說呢 為什麼一定要炸呢 這些猶豫的聲音 就在這一次來的恰好事時候的報導之下 完全被粉碎 這些猶豫的念頭 這些反對的聲音 都再也站不住腳了 因為在環保大秦道德意識之下 他沒有辦法再反對這個戰爭 這就是我所謂的 有的時候有一些消息 沒有什麼太大的時效性 但是你在恰當的時刻 放出來的時候 會造成極大的效果 就比方說 猛猛八點打連續劇會要上啦 於是報紙上莫名其妙會出現 那個女主角的家居生活簡介 說為什麼要突然要介紹 她家居生活每天都是一樣的啊 幹嘛這個時候出來呢 那當然是有原因的了 因為要放在這個時候 你突然注意到她 然後注意到她演的連續劇 那這一種例子呢 在我們的媒體上層出不窮 反正快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或者某一個人的事情 需要加把力的時候 或者某一個人 需要被扯一下後腿的時候 突然就有一些消息冒出來了 當然 比較敏銳鼻子的記者 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又是主流派 也非主流派在掙扎啦 某某人想要 借一個機會來打擊某某人 我不知道你們將來 會不會有這麼敏銳的鼻子 看得出來說 某某人之所以 現在在媒體的中央 那是因為什麼派 什麼派的爭執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會這樣 通常那種記者都被 公推為說是高等的記者 特別笛子靈靈的 不過患者們說 很多時候有一些 看起來沒有什麼新聞性的東西 要是出現在很恰當的時機的話 它就突然變成非常有新聞性的東西 因為在那個節骨眼上 很可能左右政局 很可能影響到一個人的虔誠 很可能影響到一檔連續劇的說實力 在時機上面 我們有一些很多的例子 可以來解釋我們的新聞從業人員 可以動什麼樣的手腳 那另外的話 還有一點是比較跟我相關的 像我學外文的 我就特別注意到 我們媒體上面的外文的編譯人員 外文的編譯人員 通常大家想像也大概就是翻譯嘛 只要是外文系畢業 英文還不錯就可以翻譯了 可是現在關鍵問題是 翻譯本身是一門很大的學問 翻譯不是把一個句子翻譯成中文而已 很多時候 別人講的句子裡面 還有包含了一些價值判斷 包含了一些假設 包含了一些立場 可是在我們這個直接傳譯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翻譯者 盡了他們很大的本分 盡他的英文能力之所能 達到第一個原則 就是性 我們知道這個翻譯有三大原則 性打雅 我們這邊因為達不到打也達不到雅 就性就好了 所以他就拼命地翻譯 把這個句子照原本 完完整整地翻出來 這就是在整個波斯灣戰士當中 我們的三台以及各報的這個新聞編譯人員 所做的事情 他們照本學科把所有的西方媒體的話 原原本本翻出來 於是西方媒體原來這個話語當中 歌頌自己國家軍隊的這個話語 也在我們這邊如實的翻譯 這就是為什麼在這個整個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很多的朋友的文章見報 來批判台灣的媒體沒有立場 因為你要知道任何一個新聞稿寫出來 都代表了某一個立場 不管你怎麼樣的客觀 不管你怎麼樣的中立 照我剛剛所講的 你放在某一個時空的脈絡裡 你選擇了某一些事實 你編織成某樣的一個故事的時候 就已經代表了某個立場 所以每一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已經包含了一些立場在內 可是我們的新聞編譯人員 並沒想到這件事情 他是照本圈刻地翻過來的 當他打擊所有的東西翻譯出來了以後 當然本地人看的就很奇怪了 那我們的立場是什麼呢 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現的時候 我們好像好高興 雖然說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沒什麼好處 為什麼另外一件發現的事情 我們非常悲哀 雖然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歸定有壞處 因此媒體遭受到很大的批評 對我們沒有立場 而這一部分的責任 我認為編譯人員可能要負一點點 因為他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自己變成了隱形人 因此西方媒體的所有的東西 都透過他的身體 怎麼透明的呈現在所有國人面前 沒有家長提供的觀點 而這一部分的話 也是新聞主演人員 都會在媒體上 有志的這個年輕人想 所注意到的 所以你到底在哪裡 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新聞的 比較政治一點的 看起來比較嚴肅一點的 比較重 比較難過一點的事情 那現在我講 提到的是另一方面 我們媒體在大眾社會裡 所扮演的角色 不單單是資訊 不單單提供了 哪一發生了什麼事情 燒了幾棟房子 台中變成了火城 之類的 不單單是講這些故事而已 媒體還扮演很多其他的角色 就是在營造文化共識上面 在左右我們的價值觀上面 媒體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這一方面的 有關於媒體的文化功能 文化角色的這方面的文章 其實層出不窮都蠻多的 讓我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廣告 如果大家還不知道這本書的話 你們要趕快記得 這本書 是我和我的愛人同志寫的 叫做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 方智出版社出的 在12月17號出 現在三個月第五版了 而且買的不是大專學生 如果你們都還不知道這本書 沒買這本書的話很危險 我先告訴你們為什麼 因為這本書裡面 對於我們中國的年輕人 男生女生的一些行為做了解讀 解讀我們日常所看到的一些 很普通的行為裡面 包含了什麼樣的性壓抑 性焦慮的成分 我們這個社會的性壓抑 性焦慮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的 因為很多人已經看了這個書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有了解讀數 意思就是說 當你在繞著你的長頭髮 轉啊 轉啊 轉啊的時候 他已經說 啊哈 悶騷 我這不是開玩笑的喔 這是我的一個學生 親身告訴我的 說老師 其實我以前 如果男朋友對我有所求的時候 我都會拒絕 人家朋友就會收手 結果因為我看了這本書 我覺得蠻好玩的 我就拿給他看 我們兩個都看了這本書以後 我現在都無法拒絕他了 因為他都跟我講說 你少來那一套 我已經看過這本書 我知道你是很騷行的 這本書裡面 有整個的一張是關於媒體的 特別是談到媒體當中 對於女性的處理方式 歡迎大家有空去閱讀 這部分的東西 我就不要詳細講 但這部分 我特別舉幾個例子來說 比方在我們的媒體 提供的娛樂性的節目裡面 大家都看到一些固定的形式 我記得這個大概是一年以前 宋剛麟主演的一檔 八點檔連續劇 講一對雙胞胎的姐妹 我不知道大家有個人看連續劇 還是我們大學生 眉毛都很高 都不看連續劇 但在那個連續劇裡面 就非常典型的呈現了 我們對女性的一些假設 比方說這個雙胞胎姐妹的話 一定有一個是長頭髮 直頭髮 白上衣 素色的裙 很溫文如雅的抱著 基本書走來走去 姐妹當中的另一個 一定是 短頭髮 卷頭髮 牛子褲 緊身衣 常常出去跳舞 很活潑 很開朗 當然 誰有善終 誰沒好下場呢 這就是很不公平的地方 在我們媒體裡面 不管是從小說 到報紙 到這些電視劇 到各式各樣的電影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東西 總是 你如果是捲頭髮的 衣服上穿的比較隨意的 好像很活潑 開朗的人的話 沒好下場 因為到時候一定是 又是什麼意思 主 之類的 但是那個長頭髮的一定是很純情的 一定是很受盡的 艱辛萬苦啊 常常被那個短頭髮的欺負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愛他的人 一直愛他一直愛他 在媒體裡面所呈現的典型 就告訴你說 乖女孩 有好下場 所謂的乖當然是 那些形象的乖 那另外 某一型的人 沒有好下場 這個 基本上是一種偏頗的解釋 因為我們也知道 很多女孩子像我 這麼短的頭髮 誒 我這個人是愛得很爽啊 非常舒服啊 愛得不得了 不過是非常有好下場啊 老公愛我愛得不得了的 千千崇拜我 統在場上的 這又怎麼說呢 為什麼像我這樣的一個 頭髮很短 好像很開朗 很隨意的一個人 卻有好下場 我們這一類人的故事 誰來替我們說 可是媒體上面 絕對不會說我們有好下場的 媒體上總是一絲族成 天國論 卻沒有想到 很多人一絲族成的天國論 這一類的事情層出不窮 比方說像現在電視劇 常常喜歡用 外運來做題材 由外運運運到結果是怎麼樣的吧 比方說啦 第三者總是沒有好下場 應該要離開 然後太太呢 總是哭哭鬧鬧鬧 搞到倒去 然後破境重年 其實 破境重年的歷史 有多少 在現實的生活當中 有多少夫妻 分開了就分開了 垮了就垮了 第三者變成了第二者 這種歷史多得很 可是在我們的媒體呈現當中 是沒有的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媒體呈現 往往左右我們的價值觀 就是告訴我們說 應該要什麼樣的形象 才是好女孩 什麼樣的形象 就不是好女孩了 總是告訴我們說 女孩子不要太強啊 不要太有自信啊 應該這種傳統的 賢熟的女性 不過套一句 實際心講的話 你越傳統越賢熟 我就越容易看到你到 婉晴協會來找我 就是實際心講的話 因為在我們現在這個變動很大 工商業發達的社會裡面 再也容不下太傳統 太保守的女性了 因為丈夫有的時候 還需要她的太太 能跟她談點事兒 還需要她的太太 能夠跟她並肩齊驅做事情 可是有一些人 還是很相信 那些傳統的概念 那些傳統的概念 往往就讓這個太太 到頭來 沒有辦法反對丈夫的需要 丈夫在外面 找了一個號稱 心靈契合的女性伴侯 我們叫做心靈契合 就不是像太太那個樣子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在媒體裡面 事實上呈現了一些道德觀 事實上呈現了一些事情 來影響我們的價值 影響我們的走向 影響我們的形象 另外呢 我們也有在媒體當中 看到很多新型節目的出現 像過去的話我們知道 報紙上有所謂的家庭版 或者家庭版 又改名叫婦女版 或者現在下聯合報叫做 家庭與婦女版 那不管怎麼叫的話 家庭跟婦女都是同樣的 是畫在畫上等號的 而在這些版面上面 你發覺的都是 有服裝啦 食譜啦 育兒的方法啦 最新型的妙布啦 這一類的 好像女人的世界就是這些 這叫婦女版 我們很少看到 我們所謂的男士版 所謂男士版 大概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運動版 男士版 或者政經版 政治經濟這些版面 就是男人版 不管怎麼說 女人版面很有限的 一些很軟性的 很家世的 這些東西 可是在進來的話 這一些家庭版 婦女版 開始出現一些新的東西了 比方說 一個就業的女性 只能處理家庭問題 育兒的問題 脫嬰的問題 一個職業婦女 怎麼樣跟辦公室裡能相處 同樣的 在我們的電視媒體 也出現一個新型的節目 也就是大家已經看了一年多的 女人女人 好看啊 大家都好喜歡啊 而且看的時候 看完了 又把那個題目記起來 第二天才好跟她的男朋友在談說 昨天的這個問題 我看你測驗測驗 你是不是真心愛我的 是不是意見跟我相同的 或者說呢 太太拉的先生看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這個節目 我覺得很好玩 大家都在這樣的新型節目裡 得到了一些什麼東西 作為一個透視媒體語言的人 他就會對這樣一個節目加以分析 為什麼女人女人會在這個節目演出現 為什麼十年之前不會有女人女人 為什麼現在會有 現在有 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那在我的分析裡面 看出來就是說 目前這個社會的形態正在轉變 在這個轉變的形態當中 舊的價值觀好像已經不太行了 比方說從前說 女人應該在家裡乖乖的 就在廚房和客廳和臥房之間轉來轉去 可是現在有很多人必須為了生計 要出來找生活 要來工作 那這些人 他們的人際關係應該怎麼處理 他們的價值觀應該怎麼設定 女人女人 就是一個新型的女人共識節目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讓你看到 我們這48位特別來賓裡面 有20幾位都投這個 所以這個是最好的答案 大家都應該傾向於那個答案 因為別的答案他們都不討論 最高跳的才講一講 在這樣的一個節目裡面 營造出來 新的女人應該有的共識 女人的人際關係 所以這樣的一個媒體的形式 透露出來說 我們社會已經有了一些轉變 女人開始也需要被教育 怎麼樣在這個社會上面做 而這樣一個節目的出現 也製造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比方說有一些人 就不喜歡他太太或女朋友 看女人女人 因為第二天總要找他麻煩 要問他這個問題 要討論他們兩個之間的人際關係 或者說呢 還有一些人對於女人女人裡面 有一個單元覺得非常不爽 這個單元叫做信不信牛李 他說哎呀這種事情 怎麼可以拿出來在公眾的地方談呢 還好我們在談的時候 還有我們的照查房 沒事有事插喝打婚講點笑話 於是大家在笑鬧聲中 度過了尷尬的時光 最後我們也忘了講一些什麼東西 像這樣的媒體形式出現 基本上是因為 我們的人際關係逐漸在改變 有一些開放的傾向 這樣的開放的傾向 如果我們不提供一些恰當的資料 不能提供一些資訊 這樣不知道怎麼樣處理人際關係 處理性關係的話 我們恐怕要處理一些更嚴重的後果 問題 比方說 因為性而來的懷孕問題 墮胎問題 夫妻房事不合的問題 或者有各式各樣不可告人的影集問題 這些事情都必須要由 一個正式的主流的機構來提供答案 否則一般人就只有去看黃色小說 比如說A代以及各式各樣小小的翡翠 第一手 蘇琪 烈焰 就只能去看那一些 很顯然 那一些雜誌所疾風的答案 對我們全民的健康有損 所以不管怎麼說 女人也得保留那個信不信有比三元 從這兩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這一個電視媒體的形式來看 就會看得出來 在妥惜媒體語言的人 在這個透視媒體語言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注意到說這個媒體 這個形式在什麼樣的條件下產生的 我們的社會已經改變到什麼樣的地步 這樣節目不出來不行了 而且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可以從這個節目之所以受歡迎 來看得出來我們的社會上缺少了什麼 大家想要什麼 大家渴望什麼 如果說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沒有所謂的性壓抑 人已經不需要再找尋扭曲的愛情的話 那為什麼大家還要看牙齊 血科 忘腐眼 如果大家看過熊鴨的作品 我們從前都看過對不對 如果大家看過熊鴨的作品的話 你就知道看一本就等於看二十本 所有的都一樣啊 總是男生無法表達情感 雖然心裡面火熱 女生非常勇於表達情感 然後常常要逼這個男的餐牌 然後最後呢 就是大家久著腸子痛啊 這個什麼吹乾裂肺之類的 非常多強烈情感的字眼 然後最後熱烈的擁抱結束 如果說我們都很滿意我們的關係 如果說我們有很好很健康的感情和性生活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樣子假的扭曲的一些代替品呢 所以從分析媒體所提供的文化商品來看 也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社會上 有一些什麼樣的需要 有一些什麼樣的傾向 如果各位有機會進入這一行 進入媒體製作的過程的話 也許可以多想一想這方面的事情 另外當然談了報紙了 談了新聞了 談了電視了 談了媒體了 不能不談廣告 在廣告作為一個透視媒體語言人的話 他也會特別注意到廣告 因為有的時候 廣告是我們這個社會 脈動最明顯的地方 最明顯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舉個例子啊 從去年出現一幅全螺的女體廣告以後 大家還記得吧 喜悅汽車出了一個全版的廣告 下面是一輛紅色的汽車 上面是一個全部脫光的 說全部脫光了 除了頭髮以外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一個側面的女體睡在車頂上 擺出一副療人的姿態 對於一個剖析媒體的人 透視媒體語言的人來說 他會覺得很有興趣知道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個廣告 到底這個廣告在賣什麼 當然 你會聽見有很多人馬上跳起來說 嘿 又在利用女體 放賣汽車 這是不是對於女性的一種忽略 這個是很直接的反應 我很同情這樣的感情 不過 為什麼女體 會可以拿來賣汽車 這中間的機制 不需要分析一下 從這樣一個廣告的分析當中 我們也許可以觸摸到 我們社會 已經有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動 你把這個廣告拿起來看 其實我今天講到 有很多人叫 蜂擁進入圖書館 因為當年那個邏輯照 我沒看到 他打過機會 趕快去找 其實這個廣告上面 那個邏輯很有意思 不是一個東方美女 是一個西方美女 一頭金馬 很奇怪 其實賣汽車的印度 就是西方美女 要脫的話 一定是 然後非常好的 魔鬼身材 全裸的 很渴望的樣子 為什麼要用西方美女呢 其實說實在的 西方美女是東方男子 想而想不到的 除非你用錢去買 懂得的話 要搞到一個西方美女 還不容易 所以事實上 這個西方美女 所以事實上 在那個氣身上擺出來的 任何的撩人的眼神和姿態 是沒有辦法達成的 你是不可能 沒弄成真的 所以她 是一個釣耳 是一個耳 放在那裡而已 它是空泛的一個目標 這個目標 只能提供一些幻想 簡直不能說是有什麼樣的 真正的意義 只是一些幻想 也幻想可以得到 而且這個廣告 還有廣告詞 廣告詞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你開我們的車子 就會有 好像跟這個美女在一起的 那種快感 事實上 大家也都知道嘛 男生看到這個廣告以後 就很想要有快感 因為這個全裸的美女 魔鬼般的身材 一定很快樂 但是呢 你也知道男性還有一些性交流 這個交流 就很怕自己快感太快 正是因為他們怕快感太快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 才能賣那麼多壯娘藥嘛 他們怕快感很快 可是當然囉 這快感中間 還牽涉了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的快感呢 卻不是這個男人可以把握的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看見那個小說裡面啦 電視劇啦 電影裡面 完了事以後 男的總要問那個女的說 怎麼樣 我剛才表演如何 你還喜歡嗎 因為這個男的 對於女人的快感 是一點把握都沒有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如果這個廣告 想要用母體 來賣一個車的話 事實上是一些不可能的夢 這個西洋美女 我也得不到 有這麼樣好的身體 我也得不到 我的快感我也害怕來太快 她的快感我掌握不住 事實上是一個非常不可能得到的東西 可是她卻能夠賣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喜劣汽車得心應手 你愛要她怎麼走 她就怎麼走 你要踩她油門 她幾秒鐘之內 就可以達到她最高的速度 這個車子 可是完全得心應手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這個廣告 說實在的 好像是用女體來賣車子 可是事實上 卻是用車子 來賣那些不可能得到的夢想 車子可以被我操縱 就是因為這樣一個快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有很多男性迷車子 好喜歡車子 每一個禮拜天休息的時候 就是跟車子為伍 太太隨便拿 但是車子 我要先去好好的給她擦呀洗呀 搞得好好的 所有的車子零件 都要我自己去買 自己去搞 這種對於基建的喜好 是近代才有的 這樣子的一個 等於像是 著了迷思的東西 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把這樣一個廣告 放在我們現在的社會環境裡面來想 就比較明白 為什麼這個廣告可以賣車 我們這個社會 女人逐漸地正在脫離男人的掌握 女人開始有經濟的獨立權 女人開始站在講台後面 向一大堆人講話 女人開始有獨立自主的聲音 有她自己的消費力 有她自己的意見 有她自己的訂購的雜誌 她所使用的東西 女人開始慢慢地 越來越 套句男生的話 照不住了 當她越來越照不住的時候 女人就變成了一個沒有辦法掌握的東西 變成一個不可能的夢想 而這樣一個不可能的夢想 只有透過像汽車這樣的一個東西來完成 於是男人的這種想要改制 想要控制的這個欲望 不能夠再施展在女人身上 就只好施展在汽車身上 因此汽車廣告所要賣的 就是賣那一個完全能夠掌握的欲望 她告訴這位男士 你開這個車即使雖然得不到那個女的 可是開這個車有同樣的快感 就像這樣子 用這樣的方式來賣 透視媒體語言 就是在媒體當中看到我們社會的脈動 知道我們社會在往哪一個方向前去 我們社會裡已經有了一些什麼樣的變動 為什麼我們要有這樣的一些 這個所謂的sense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感覺 又這樣靈靈的嗅覺呢 因為新聞記者或者從事媒體人員 絕對不能夠等到事情發生以後 再來如實報導 很多時候在事情還沒有發生 他就先得聞到氣味 才能夠到那個適當的地點 去等候那個適當的人出現 才發現某某大佬正在扮演某某角色 新聞記者絕對不能事後再去報導一件事情 他總是在事前就要先看到一些趨勢 這是為什麼作為一個好的媒體從業人員 各位一定要有很豐富的知識 很敏銳的嗅覺 知道我們社會的脈動在哪裡 那有一些詳細的這個故事啦 什麼內容啦 例子啦 我就不再談了 像某一些媒體上的東西 為什麼流行 某一些方式 為什麼有效 這都是值得我們分析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去看這本書就好 罷了 啊 罷了 對不起 看這一面 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 而且這本書會告訴你 為什麼他們不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會有性壓抑 我們會有性焦慮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 是這樣的一個社會 為什麼有一個父權當權的這個社會 我們人如果沒有這個性焦慮 或是怎麼樣 作為一個媒體從業人 他所需要的廣泛知識 絕對不是只是在你的專業領域之內 你如果說 我們要的只是一個如實報導的人 那就買一個攝影機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們這些熱情敏感的心了 要你們 就是因為你們可以做價值判斷 你們可以敏銳地嗅到一些氣息 講到這麼多以後 當然我們要再回頭來講一講 為什麼現在很流行 透視媒體理人 過去兩年之內 出了不少這方面的書 像原來要請的講員 叫郭立新天是正大的 他就出了關於媒體批判的書 這方面的東西越來越多 更廣泛的名稱 其實叫做文化批評 或者文化批判 看你喜歡用哪一個比較強的 比較弱的名詞 這方面的文字越來越多 形成一股蠻強大的力量 為什麼我們現在突然要來透視媒體呢 是不是我們前一代的人太笨了 他們都看不穿媒體 不知道媒體有一些預先的假設 不知道媒體在傳送某一些價值觀 是不是我們從現在的人都太笨 而我們現在大家都已經把兩片樹葉 都可以放在我們的眼睛上 我們已經看得到 你們在不看奇門正假之類的電影 我是很迷這個道士片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好神奇 什麼兩片 我現在忘了是什麼樹葉 就貼在眼皮上 我們就可以看到鬼 看到靈魂的這個行跡 我們之所以要透視媒體 來看中心 來看主人 透視媒體所憑藉的 通常有兩樣東西 一個是非常熱切的關切 一個是非常豐富的知識 當一個社會 逐漸的多元化 我們現在不是常常號稱 台灣社會多元化嗎 當一個社會逐漸多元化了以後 各個群體的利益 都必須要找到表達的出口 在這個過程當中 原來的統一的一致的說詞 統一的一致的口號 就一個一個會被消滅掉 就好像現在我們 號稱國庫思想課要多元化了 要變成選修了 大一國文也要開始要多元化了 大一的英文也要多元化了 各式樣的課程都開始在改變當中 國中的教材也要簡化 要變成什麼一般教程 以及普通的教程 各式各樣的變化 當一個社會在多元化了以後 它在社會當中的一些群體的聲音 原來被壓抑的聲音 在這個時候都需要有出口 它要找尋在媒體上的位置 它要喚起整個社會的關切 在這個過程當中 透視媒體就變成了他們最有效的工具 你用這樣的工具可以來說 媒體你為什麼沒有代表我的聲音 為什麼我的故事總沒有人講 為什麼我的立場從來沒有人讚 為什麼我的故事永遠都是壓在最後面 變成不重要的新聞 媒體之所以成為兵家並爭之地 當然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大眾社會 可是我們的媒體大部分時候 還是只是表達主流的中心的思想 而沒有表達那些雅流的或者邊緣的聲音 越是多元開放的社會 就會越對這個媒體做不同的反省 因為各個社會群體都要藉著這個媒體 來塑造自己的形象 影響他人的觀點 甚至左右利益的分配 所以像波斯蘭戰士的時候 就引發了美國媒體上很多很多人的辯論 對媒體的呈現做了各式各樣的批判 這是出於他們利益的差異 社會位置的差異 我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當媒體大批的媒體跟隨陶院長到後勁去夜宿 因為陶院長說我要看看後勁到底污染的狀況如何 塑了一晚上以後說很好啊 我沒看到什麼樣的污染啊 空氣也還不錯啊 所以他住這個房間是有冷氣條件 我也沒看到什麼樣的落成啊 於是第二天媒體就大量的報導這樣的東西 我們不知情的我們不住在後勁的人 也許都相信說 嗯對那一定是後勁有一些少數人 一小撮人 他們之所以不滿某一個政策 或者土地賠償金不怎麼樣 所以呢就特別要搞亂 可是對於住在後勁本身的居民來說 他們深受其害 他們每一天都要忍受這個污染 他們每一天都要忍受那個落成 每一天都跟這個污染活在一起 當他們看到媒體的報導的時候 他們不禁大喊說 我們後勁員的聲音在哪裡 媒體為什麼從來不願意報導我們的立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這一些後勁人之所以能夠批評媒體 能夠這個證據缺錯的向媒體說 你沒有代表我的聲音 你這是片面的報導 他之所以能這樣做 第一是因為他本身的關切 因為他住在那裡 他深受其害 他親身的經歷過 另一方面 因為他有他那個背景的知識 他每一天呼吸的就是那樣子的環境 而現在在媒體上面卻是不斷地講說 我們應該修武器啊 後勁員你們應該為全民之福祉 放棄你們個人私利 在這樣的說辭之下的時候 後勁員不禁要批判媒體了 這種例子多得很 像每一次在媒體上報導 女人又怎麼怎麼的時候 作為一個女人 我看到的時候我很不高興 因為每一次寫的時候 總是覺得說是女人是禍水 或者女人是什麼什麼 都認為是女人壞的事 那這樣的報導 對於一個身為女人 有深切的感受 有那個關切 而有那個背景知識 知道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這樣的人來講 他覺得媒體是不公平 這樣的關切 這樣的背景知識 就會形成對於媒體的督促 對於媒體的批評 這就是很多媒體觀察家 你們在做的事情 因為他們發現媒體 只代表了某一群人講話 只說出了某一些人的故事 不管這是政策也好 不管這是我們個人本身的價值 假設有限也好 不管怎麼說 媒體是對某一些聲音 佔據了所有的時間 而另外一些聲音 卻得不到發表 這就是為什麼說 我一直鼓勵 從事媒體工作的人員 他一定要想辦法 拓展他自己的視野 他不單單說是看幾本書而已 有的時候他必須要 親身去經歷過那個事件 去親身住在那個地方 觀察那裡的事情 我們所知道的最優秀的 就是一些西方的記者的話 多半都在這個 如果用術語的話 他們蹲過臉的 曾經下過鄉的 曾經勞改過的 曾經在某一些地方 切切實實的做過一些經歷 我不曉得大家知道 大陸的演員呢 在演某一些角色的時候 往往要先到當地去居住三個月 然後拍個很苦的這個老景的時候 他就要在那個缺乏水源的地方 住上三個月 跟當地的農民 跟當地的這個很普通的人混 混出來之後 混到他們也有那個當地的味兒 然後再開始拍這個電影 一個好的美女從業人員 就是像這樣的 如果你所報導的是哪一個層次的 哪一方面的 哪一個地區的 你就必須要把自己怎麼投到裡面去 維持有那個真正的關切 你才會去選擇那些相關的資訊 維持有這些相關的資訊 你的那個真正的關切 才不會是 只不過是表面的道德義憤而已 作為一個媒體從業人員 他有很高的理想 但他也有很大的限制 因為他作為有很多很多的力量 不會讓他把他想講的話 全部都講出來 很遺憾 告訴大家 你們的夢想 常常是要打折扣的 所以不管你們怎麼努力的做 會有一些力量來左右你們 不管是有意識的 無意識的 官方的 非官方的 都會有人來左右你們 都會有人來批判你們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能夠有高度的自覺和反省 你可能會遭受到比較少的評論 因為在你的成品當中 就比較不容易太過分的偏頗 太過分的盲目於 沒有想到自己的價值觀 當然我剛開對已經講過了 我說 其實我來這邊 是來給大家警告的 我們的社會主護的開放 現在快速的多元化 資訊的流動和普及的程度 都已經不是我們現在所能夠想像的 在這個條件之下 沒有一個人可以在原地大步走 而不被他的時代拋下來 即使你不對自己的工作 和自己的預先的假設加以反省 也會有狗拿浩子的人 像我來替你反省 替你分析 來找出你在你的媒體的成品上面 所表達出來的一些價值觀 所表達出來的一些政治立場 所表達出來的一些社會意識 總會有人會出於他不同的社會位置 和不同的社會利益來批判你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先把戰書放在前面 道不如大家先中詳的思考 你們的媒體成品要以什麼樣的面目呈現 要代表什麼樣的利益 要在目前這個節骨眼上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如果你不想的話 我們會替你們想 有很多很多的人 現在已經開始從事這個媒體批判的工作 因為他們開始意識到 在不同的社會位置上的人 有不同的利益 有不同的觀點 而他們要求媒體代表 所有社群所有群體們的關切 所以 怎麼樣 在這個複雜的多元的開放的世界當中自持 怎麼樣做得一個好的媒體人員 就要看各位的智慧 各位的苦工 以及我們這些局外人的督促 謝謝 我這個人講話跟上課一樣 通常自己唱五角戲覺得很沒趣 總是要有一點針鋒相對 或者說別人有一點話來講 才比較有意思 而且說實在的 我說講的話是出於我自己所推測 你們可能想清可能需要的 也許我的推測完全錯誤 也許你們想要知道是別的事情 或者你們有一些別的問題 我非常歡迎大家問你 我希望你們一定要跟我的學生一樣 任何時候問他有沒有問題 都是沒問題的 我想請問你一下 那個 畫出來 那 以前有句話說 說得我信心的原因 你會不會找到這種結果 因為像剛才你說的賣車廣告 你今天如果說我今天來賣車的話 因為剛才經過和教授聯想 我在想到說他有這種 他有這種效果 但是我看到廣告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這種想像 因為他如果要看到廣告的效果 應該會直接的給你說 我這個車人 我要賣這個車 那 如果經過和教授聯想 你又把他轉換一次的時候 你會不會誤導說 他們來了 你們有沒有聽到 他最後已經給我貼了一個標籤 我說誤導你們 意思就是說 他講的來是真的 我講的是假 我是扭曲了這個廣告 那我們現在先講到這個所謂的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的問題 你是沒有辦法阻止聽者有意的 所謂聽者有意 但不是他真的故意要跟你打蛋 而是說聽者站在一個不同的社會位置上 他會有一個不同的看事情的方法 比方說作為一個女人 當我在看這樣的廣告的時候 我當然會義憤填膺 我會有很多不爽的情緒在 那我要對我這些不爽的情緒 提出一個合理化的解釋 到底這個廣告是在哪一個地方觸怒了我 它是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呈現這個世界 讓我覺得很不高興 而當我往這個方向去想的時候 我突然發現這個廣告可以被我把它轉換過來以後 不但說不是褻毒女性 反而可以顯示出來說 女性事實上在這個社會上正是蓬勃的開展 如果說原來一個要壓低女性 践踏女性的廣告 能被我轉換成為奮戰的武器 鬥爭的武器的話 何不這樣做 你也可以說聽者是有意 但是在這個角度上 我是出於不同的社會位置 因為不同的利益牽扯在內 我就必須要爭戰 有的時候甚至不是說完全是有意識 但是我在這當中 也許就看到了美麗的遠景說 啊哈 你不要以為你開了這車的很爽啊 其實啊 你開的越爽就也顯示出來說 你已經知道男人的日子過去了 呵呵呵 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我能在這樣一個廣告之內 開發出新的烏托邦的 女性烏托邦的幻想的話 我認為是值得做的事情 因為你怎麼不知道 你怎麼能夠確定 我在這個開發過程當中 搞不好就已經影響了很多女性 再度充滿自信出發 所以我的烏托邦的幻想 搞不好不是烏托邦的幻想 由於我真正的改變我現在的看法 搞不好就會造成那個烏托邦成真 我現在是不是把牌都攤在桌子上了 那照剛才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我們在批判 比如說某些人在做批判的時候 是不是變成各說各話的情況 那本身是不是就已經不客觀了 我的答案是 我們本來就各說各話 作為一個媒體從業人員 她本來就已經在選擇她所觀察的事情 構築成一個故事呈現在我們面前 她已經是替我做了選擇 她已經說了她的話了 如果她說的話 我看得不爽 我當然有權利說 嘿 我的故事跟妳不一樣 所以本來就是各說各話 只不過有一些人 因為站在媒體的位置上 所以她可以說 我是客觀的 我是公正的 我是國內第一大報 所以每一次當有人告訴妳說 我是客觀公正的時候 妳要特別的退兩步 一方面表示尊敬 一方面說妳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前人遺遠妳 因為我們這個時代 客觀有的時候只是拿來壓別人的幌子而已 因為我是客觀的 所以妳應該放棄妳的這個看法 就比方說 會有很多的學者受邀到後勁地區 或者我們中立的觀音地區去做環境評估 這會不會造成污染啊 客觀的指數說污染不嚴重 可是奇怪咧 我這田裡面的稻子怎麼都變色了 所以很多時候客觀的東西 第一個那是誰在做 第二個做出來的指數是怎麼樣做出來的 這個指數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呈現 這一些通通都經過了一些東西 而這些東西就難保所謂的客觀性 我覺得我們不必再拿客觀的這個幌子 來嚇人或者壓人 現在我們就是說 我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是我的觀察 沒什麼可恥的 這什麼可恥的 我親身親戒就這個樣子啊 我確實是 我想要看啊 那個時候我記得 侯德健剛剛回來的時候 常常有人問他一句話 就說真的天安門上沒有死人嗎 侯德健說我沒有看見 哎 我覺得他一點都不講 他確實沒看見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也沒有 他不能夠從他的經驗來說 有還沒有 對我認為做一個新聞記者 他也必須要有這樣的誠實的誠懇的心態說 或許是有的 或者蒙古人親身看到過了 但是就我個人我沒有看見 或者說我看見了什麼 你只能就你自己的親身經驗來報道 而不必要頂著那一頂這個客觀的大帽子走來走去 像我就覺得 侯德健講那句話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 你不能說因為你在這個 像廣場上曾經絕過時 你就一定說 哎呀死了人了 是見了我一身血啊 沒有這樣的事 就沒有這樣的事 他是很小心的把他的這個 他的語句講的時候 不是說天安門上沒死人 他只有說我沒有看見 他一直強調我沒有看見 但是很奇怪 我們這邊的人就一定要逼他說 你沒看見但是有 好像他在後面有一位穿紫色衣服的男手 那個問題解決了是不是 請問一下 是問一下 他為了目的案子 為了目的案子動機的長項 然後加上他對大夫心理的掌握了解 然後其實要用公眾的訊息 來自達大夫心理的贏 您覺得一個保持高度自覺 要正行的訊息接收者 他應該容許這樣掌握了 謝謝 你是想去中央日報公司的頭紮案嗎 我就是這麼樣一個保持高度自覺的人 哎 我有什麼能力呢 我能批我就拿起筆來批 我能够不订他的报 我就不订了 我能够宣传叫别人不订 我也叫他不订 但是我不去丢炸弹 我想说 在当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作为年轻人 当然有些热情和理想 总觉得说 要是我能够揪起一大拳 然后到那个报社面前 骂他一顿 然后他就很惭愧 然后他以后就不再做这样的事 我们的理想都是这样的 可是事实上 我会很悲观地告诉各位说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体制 在我们手头没有任何的 掌握的力量的时候 我们能做的事情非常少 我们所能做的 只有最消极的 聚买 聚看 聚定 或者积极地提起比来批 对我们这些人来 只能这样做 那如果说你很不信 是那个报社的人员的话 你就面临很痛苦的抉择 我是不是要辞职 还是我还要继续做下去 做帮凶之类的 我就是很无奈地告诉你说 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大众社会里面 能做的事情蛮有限的 但是呢 胭脂我们没有办法 在群体的自觉和觉醒当中 做成什么事呢 如果说我们真的 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方说像我的话 我今天会就跑过来跟你讲说 哎呀你自觉吧 不要电这个报 不是这样子而已 我可能还会跟你讲道理 我还可以举例 还说你看他这件事情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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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形成一个讨论的风气 我们形成一个仔细阅读 仔细分析 仔细批判的一个风气 这样一个风气 即使在短期之内 我看不出来 对那个报社有什么影响 对那个杂志有什么影响 对那个电台有什么影响 可是在长期以往 你会发觉 这个社会上形成了 一些稀的习惯 我们整个人 会改造我们的社会环境 我不能说 我们一夜之间会变 这是我绝对不相信的事情 就是我能够 我一自觉 我今天晚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或者说我今天一自觉 我就去那个报社谴责他 然后事情就改过来了 不是这样子发生的 事情往往 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 你很自觉 你很义愤填膺吗 去跟别人讲 去跟别人谈 说服你周围的人 因为在这个互动的过程 在这个意见交换的过程当中 你们会形成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这个文化 就是一个不讨论的文化 不讲话的文化 大家不愿意问问题的文化 不愿意批判的文化 总觉得 不好意思啊 不要讲啊 给人家的难过 有什么好呢 不要讲那么难听之类的 都是一个好好的 息事宁人态度 但是现在 我们开始讨论 我们开始辩驳 我们开始批判 这样新的一个思想习惯 讨论习惯 就会造成一些新的社会力量 胭脂不能够改变那个报社 那个杂志 那个媒体 但是绝对不是今天 一次示威可以解决的 我会说我们需要长远的 积极的在各方面的运作 而且在这样的一些 新的社会活动里面 所营造出来的影响力 绝对不单单只是打造那个媒体而已 你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教育 影响到我们的亲子关系 影响到我们的威权结构 力量和其的大 所以大家要多讲话 我说的讲话 讨论不是打屁 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媒体工作者的话 那你面对外界的一些媒体的批评 虽然你本身可能有 蛮强制约的力 可是你还是会讨论到 你还是有输入的批评 那应该如何来 面对这样一个媒体批评的现象 如果我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我会告诉我自己 我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做不到的就不做 就这么回事 如果说我今天做这件事 我会被开掉饭碗 除非我已经找好退路 我已经有别条路可以去 家里的孩子 老婆不会爱乐 否则的话我会再三考虑 如果说我还有别条路可以走 我怎么不然记者可以跳槽 之类的 那我就考虑考虑看要不要跳 我最终很讲话实力 不实地遵循我们李总统的原则 不实政策 你是要继续吗 对 那讲说 这样子跟这个批评 然后又抱着这样西班 那是不是批评 可能就没有一个作用强制 我不知道啊 因为第一个 我在批的时候 我占领不同的位置 第二个 如果我在被批的时候 我就站在不同的位置 我没有办法又站在批 又站在被批的位置上 所以我只能说 我在哪个位置上 我照哪个位置上的地方去做 我不能要求说 被批者一定是比较道德的 所以被批者的原则应该 这个批评者的比较道德 所以批评者的原则 应该被被批者所接受 我没有这个权利要求他这样做 虽然我可能会这样要求他 但是我没有权利说 你一定要照办 那被批者也可以说 你没有体谅我的苦衷 没关系 咱们来对话 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讨论当中 大家商量 我们有没有一个中间的地方 可不可以说 你把二把我上这个专题 把我的原住民的这个情况说一说 那我这个 你上一次那个讲错那事 我就不批你了 你懂我意思吗 在这过程当中 做一些逐步的让步 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 肯然悔改说今天晚上上帝的光照了他 他明天就是重生悔改的人 那是相信的神秘主义的人 可能有这样的力量 可是对于一个这么样大的机构里面所运作的 我会说 我会从最小的最脚踏实地的步骤开始 我是批媒体的人 你是在媒体里面工作的人 我们两个当然有对话的机会 只看我们两个一直要不要对话 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我的道德高超感而压你 我认为我们只能说商量 看看你能不能再不违背你报社原则的立场下 放我一条深入 给我一条版面 让我把某一些弱势集团的这个利益表达出来 或者说稍作切调整修正 那另外的话我可能会说 那我也许我就不批哪一个东西了 用这样子的这个讨价还价的方式 来做到某一程度的慢慢渐进的改变 我是不相信一夜革命的 有聊有一句 你说今天在于地平等 是在那一个要为 就是说他能够尽量尽在这一个角度 但是如果你今天 因为我刚才第一个问题是问你说 如果是新闻工作者 那您的态度可能是说 我可能考虑一些这个立场 可能还是蛮 使命感觉是那么强 那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媒体批评者 他在批评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些 客观或主观的一个 事实的限制 如果说我们真的通通只考虑到限制的话 那就不用再批了 因为你这样批也没有用 那正是因为出于一种对于理想的这个憧憬 希望说也许我在这个批的过程当中 可以因为媒体利用媒体来压媒体 让这个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做某一程度的让步 作为改变 而事实上 那个知识分子他们拒绝病联合报 拒绝替联合报写文章 产生了一些效果 使联合报在某一些新闻撰稿的这个尺度上面 做了一些调整 确实产生了一些效果 所以在我们做要求的时候 我可以要求稍微高一点 我可以去要求说 你这个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员 我希望你能够做成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我当然顾虑到你的需要 我不会讲说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我杀了你 我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只会只是说 我希望你达到这个地步 而透过这个媒体的 集体的大众的压力来说 希望你这个媒体工作人员 做某一程度的让步 你正式不让 就是不让 我还是把你没办法的 然后很多人批过李彦秋报新闻 那时候太过分的戏剧化 眉毛挑一挑 嘴角笑一笑 讽刺一下之类的 很多人批了他 但他照做不误啊 你也把他没有办法 所以我这个务实态就会说 我尽力的批你 你尽力的抗拒 那可是呢 为了媒体 为了媒体的效果 往往我们双方都会做某一程度的调整 希望还是有的 我们现在不要把他放在一个真空的小天之下 总觉得双方剑拔弩张 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 其实往往在运作起来 是发觉空间很大 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样的敌对 你没看到民进党和国民党 多次协商都很和谐吗 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这件真的假的不重要 你们觉得 想成另外一篇 透视媒体往往不是说 你是真的 你是假的 你有趣 不是这样子而已 而是在说 他为什么要有趣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总是要问 为什么 我就会问为什么 我们的新闻为什么要那样做 到底这样有什么样太大的意思 你们觉得为什么 如果说的比较直一点的话 有很多人会讲说 假扬自重啊 总觉得说 我如果有个新闻记者 能和英国的 美国的某某人直接连线 至少有那个假象 不管说真的假的 如果有那个连线的话 你看多好 一 你看我英文程度多棒 二 你看我多么能够跟上时代 跟对方的人对打如流啊 讲得很清楚 虽然你们如果把我们这边记者讲的话 录起来 每一个礼拜 讲的句子都是那几句 都是说 什么什么的事情发生了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情报 给我一点细节 每次都是同样的那几句话 然后说谢谢谢谢 之类的 都是像这样子 不错那是假的 今天报纸上都还有整个的流程 他们怎么样制作 怎么样连线 怎么样先录音 先传真 先这个些代表 都是 事先安排好 然后所以才出得了那个翻译 这个字幕啊 要不然换一下 我们这边有哪个人翻得这么快 还写得这么快 一面假 一面显得写得出来了 所以假 这是 这确实是假 这关键就在于说 我们是什么样一个社会 居然需要这样的一个假象 大家看了还觉得 哇 好崇拜 好喜欢 那这样子显示出来的 不是说新闻从业人员 有什么样的缺憾 显示出来是我们大众心里有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些人 重洋 喜欢这些东西 喜欢听听英文 然后看看自己国家的记者 好像还跟人家平起平坐 讲讲话 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样子 每一次我们都是这样子玩 我看好像只有我们这个国家 才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每一次这个西乌科学奖 得奖的时候 都要先去挖一挖人家来跟 看哪个人有沾了一点点 中国人的血液 然后算一算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强调 这些得奖人的华裔成分呢 基本上只是显示出来 我们没有什么民族信心嘛 我们就是说 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 他有一点点中国人的血液 然后他得了什么样的光荣的话果 必有容焉 虽然跟我一点关联都没有 他们这些人之所以得奖 绝对不是因为在台湾受教育 这只是因为他们去送到美国 去送到美国的教育 我们这个发展的余地 才得了这个奖 也在我们这边读一读 马上到国外去 就是得不了奖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 这些事件当中 事实上让我们看得出来 我们文化的薄弱信心 我们对于自己 没有损太大的信心 总觉得说 我们一定要攀附在什么事情上 才能够觉得自己很重要 觉得自己很有可信度 我的答案是这样子 我会承认说 我会承认说它是一个乌托邦的狂想 我这个完全承认 你也说我是阿Q 我也可以说是阿Q 但是我常常觉得 当然我们有很多人都阿Q的时候 这个社会很很不一样 我刚才问后边的问题的意思说 说每个人都是这样 就是每个人想各想各的 一个是摆在那边 每个人想每个人 然后每个人一边又不一样 那比如说才没有那么交集 没有那么共同 而且如果说这样 像我朋友这个大师 他有吃的这个力 那你每个抱着 每个抱着想不一样的话 那我们如何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 那我们应该禁掉很多杂志 因为很多杂志都是给不同人看的 像青红灯啊 姐妹啊 就是给某一类的人看 搜集烈焰龙虎豹 阁楼又是给另外一些人看 他们都各说各话 我们这个时候起不需要分工的一些吗 不要担心 因为这一些好像是各说各话的东西 往往都是被主流压在边缘地方的 主流的语言 我们的三台还是很一致的 我们所有的报纸的头条 我们这个每年国庆的这个版 这个元旦的文告 什么这些都还是蛮一致的 事实上 我认为这一些边缘性的东西 现在好像看起来 非常蓬勃的发展 正是显示出我们这个社会 在经历一些变动 原来的统一的 完全一样的 大家好像共识很强的 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的话 由于我们的政治经济 社会的一些结构 有一些很根本的变化 而这根本的变化 影响到一些人的权力和位置 这一些人 慢慢的开始有声音出来 另外一些人 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小了 在这样的变动过程当中 才会有这个多元的可能 在一个威权的 强人的政治之下 是不可能有不同的声音的 因为有不同的声音我就攒了 正是现在在多元化 所以才会有个人说个人的话的 这个空间 还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说实在的 个人虽然说个人的话 但基本上他们有很大的共同性的 你放心好了 我还是跟你一样 每天睡八小时吃饭 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共同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是经过同样的一个教育体系 我们还相信同样的一个家庭结构 我们还有亲子的关系 我们还有社会上面 我们的同样年龄的人 同样职业的人 所给我们示意的压力 这一些边缘的 哑流的声音 之所以出来是 对这一个统一的 一致的声音的一种反制的行为 就是压得太厉害了 像我们从前 所有的女生 中学时代 通通剪一样的 绝对不可以超过耳根 超过一点点就要被剪掉一块 这一类的 穿同样的制服 做同样的事情 什么东西通通都是一样的 读的杂志是一样 读的报纸是一样 只有那几家 看的电视是一样的 也只有那一些节目 看来看去 差不多同样的东西 可是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里 没有办法容得下 这样一个统一的一致的声音了 所以会有一些小的边缘的 哑流的声音出来 这些声音会不会成为主流 会不会把主流打掉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现在连生存的空间都很少 边缘的声音很少在媒体上占有位置 他们现在是小小的 在某一个小角落 成立一个小客家杂志 或者在某一个地方 成立一个某某的女性的杂志 像这样的小小的一些东西 它生存非常困难 因为财务上 发行上 销售上 都有一些困难 所以你现在用这个抽象的话题说 那如果大家都讲不通话 那不是乱了吧 我说 哎呀 你的革命意识比我还强 请我只好识一下 因为我生活在这附近 我平常接触人 我只知道这些 我所有得到的都是靠媒体给我的 我怎么判断媒体是正还是假 因为我判断能力 那些也是媒体给我的 如果全都媒体都说谎话怎么办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抽象问题 真空问题 假设的是说你是一张白纸 什么都没有 然后大家的私讯过来 然后我就不知所从了 在大部分的状况下 我们是知道什么样子真的是假的 大部分的状况下面 因我们本身的经验 我们会验证 而且我们经过的我们的教育 经过我们的家庭 经过我们这个社会的熏陶以后 我们也有一些倾向 我们不会在所有的事情上 都好像无所抉择的样子 只有在少数的状况下 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背景知识 比方说 波斯班在这一开打打 到底怎么回事 伊拉克 伊拉克是什么 有很多人 这个第一步的消息 第一步的资讯都没有 他当然是不知所措 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选择 在大部分状况下 我们是知道的 只有在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时候 我们才不知道 而要作为一个聪明的 有智慧的媒体从业人员的话 你就必须要多一点的背景知识 我想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啊 大家不要想象 我们在太空中漂浮 还在找寻我的位置 你已经占了一个社会位置 你是一个国立大学的学生 是一个性压抑很成功的人 你没有性压抑 你怎么可能坐在那里读书 读了十二个小时 每一天读才考上国立大学 才考得上国立大学 性压抑都非常非常成功的 对不对 你已经有一些位置了 所以有一些东西来的时候 你很自然就会说 呦 绝对不要接受 这个是错误的 这是不道德的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在大部分的状况下 是有所抉择的 我们都知道怎么选 但是没有知识的情况下 你会有一些无所选择的余地 而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 由于我们所占的位置 所以我们会倾向于比较相信什么 比方说 如果你是有一个民进党倾向的人 你通常不会相信中央日报讲的话 你可能会相信自立早报 民众日报这一类的 如果说你是某一类型的人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相信西方媒体 而不相信台湾的媒体 如果你是另外一类人的话 你可能说西方媒体不可信 我们应该去听听西方的边缘媒体的声音 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来 像这一类状况 所以我相信你所说的那个状况 是不可能存在的 就是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 那个状况下我会说你是不知所措 但是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 事实上是有一些立场 有一些信念 已经有一些价值观 根深蒂固的在里面 你的抉择绝对不是像你想像的这么要难 但真正到达这个一无所知的状况 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媒体的时候 我就只能说 好遗憾 我很同情你 我希望你多吸收一点资料 多看几家 下一次也许再有新的资料进来的时候 你就比较能够知道说 啊哈原来你这个媒体 是比较倾向于什么什么的 这个报道是比较有利于哪一派的 一个人的抉择 是跟他的背景知识相关联的 老师我想说 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我刚刚看完一本 我就是 我小时候偶尔选民就发了 我看完以后就在想 是否我从小到达 所有接触的东西啊 都是错误的 对不对啊 我有这种想法 就是我从小到达 接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造成错误的 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啊 如果所有接触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话 那我现在平常去判断 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哪些东西是错误的 我还是会说 那个问题有点假诶 因为你也知道 有什么东西你接触是正确的 比方说烧开的水壶 你不要乱碰 碰上 但是有一些东西是错误的 就是说走在路上 应该靠右边走 做行人来讲是错误的 应该靠左边走 靠右边走 那后面来的车子 你看不见 靠左边走 你还看得到一面来 还可以跳到田里面去 对不对 有一些事情 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倾向 做到问题的抽象问题 总是把这个问题 已经推到了这个很极致的 这个极端的问题 然后来问说 这个怎么怎么办 但是 我相信 即使是1984讲的是真的 即使是我们周围 是 我们打个骗局 但是有些东西还是真的 对不对 比方说中兴大学的大门 开在哪条街上 这还是真的 所以有一些事情的话 如果你感觉到哪一些事情 不爽不妥的时候 你就去搜集资料 多了解一下不同的观点 然后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别人会跟你 有不一样的观点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 我觉得我们不必要先开始 做一个极端的怀疑主义者 但是保持一定程度的 这个自主性 是绝对必要的 不要太快地做一个决定 我们收集各方面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们讲说 你们一定不要只看一家报纸 或两家报纸 一定要多看几家 而且多看不同种的 你不要只看联合报系的所有报 那没什么太大用处 那跨个报系 还有一些是 不该看的报 或者人家说没意思的报 或者人家说 那个怪怪怪怪怪 其实像李瑶 现在出一个求是报 作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 他就是各式各样的声音 都应该听听看一看 因为真相就在其中 没有 不要 杨老师 爱 好喜欢你 这么早快的这期 其实正讲 通过你的大者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如何去透视媒体 还有说你是怎么去批他 还有用什么角度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重点 以后 演唱 你成为像你这样 是什么会不会 是什么 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為像我們這樣批的人 有一點相關的 我剛剛已經講過 其實透視媒體沒有一套方法學可言 我已經講過很多時候 能夠透視媒體 也就是說能夠批判媒體 也就是說能夠用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媒體 往往是跟你的社會位置相關的 當你站在主流的正中央的時候 媒體是透明的 媒體是沒有問題的 媒體是當然的 那10月10號為什麼不報這個消息 當然要報這個消息啦 媒體完全不成問題 圍期當你發現自己在邊緣的位置上 圍期當你發覺你的利益不被主流所表達的時候 那個時候你才會成為好的媒體透視者 媒體批判者 這也是為什麼媒體批判者看起來有點怪 跟別人不大一樣 你要說會剪那個頭髮很短啊 其實這跟我是不是媒體批判者沒什麼關聯 只是因為我比較不在乎 漂不漂亮但在乎涼不涼快 另一個李總統務實政策的奉行原則 所以說我不能夠告訴你 要怎麼樣做為一個透視媒體者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說 如果你跟主流不太一樣 比方說人家都乖乖的做乖女生的時候 你卻是很痛快的到處去跳舞到處去玩 人家都乖乖的讀課內書的時候 你卻是很快樂的去讀課外書 人家都乖乖的參加什麼 救國團屬訓的時候 你卻是參加一些很奇怪的什麼草地營啊之類的 多吸收一些邊緣的 多關心一些弱勢的 如果你站在他們的位置上 站在他們的立場上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可批的東西很多 但是你如果站在主流的話 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事實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按照我的旨意在運輯 就沒什麼好批的 很好啊 世界對我不錯啊 作為一個媒體批判者 就是他在媒體之外 他在主流之外 他在中心之外 他在代表一些人的利益 他在代表自己的利益 他在謀求這個多元的社會 更加的多元 更加的開放 以至於讓所有的聲音都能夠出得來 最后面 請問一下 你對那個女性主義的探訪 還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女孩一直在 其實就是在你聽主義 我都希望女孩一定要 怎麼樣 可是有些女孩 她是受教的這種傳統女性觀 然後有些時候 她是喜歡做家事或什麼話 不願意去接受那一套東西 那這樣 您對這樣的情感 有很多人認為我是女性主義者 其實我覺得 掛不掛這個標籤沒有關係 但是我是謀求女性服役的人 這樣講好了 謀求女性的福祉的人 那就是我 至於有一些人 她喜歡傳統啦 她喜歡燒飯啊 很好啊 讓她去啊 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鼓勵那些實際上非常有能力 事實上我認為 你們其實都蠻有能力 怎麼被壓抑得很厲害 我想鼓勵那些很有能力的人 多多的發揮你的能力 多多的自立 自足 有自信 當我們形成一股最主流的力量 都不曉得是她的一心情感的廣告 那你不曉得在你自己看的眼光說 你對這一心情感的廣告 已經是一套子 那你沒有看他有什麼建議 那另外還有就是 你剛剛說那個新的廣告 你追了邏輯的現實 那邏輯中我們可以發現 導演擦開的一些鏡頭 追了自己的鏡頭 在那一副鏡頭 一副鏡頭說 非常需要那你跟這種鏡頭 有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兩個問題 我先從後面打起 同樣的一個裸女 出現在不同的場域裡面 不同的廣告 不同的媒體 不同的故事的情節當中 是不是有不同的利益 所以對於那種沒有必要的 裸露女性的身體 我就是說 有些人吃東西都喜歡 多加一點辣椒 但是我多加一點鹽 味道香一點辣一點 味精多放一點 能夠多招來一些顧客的話 我想那些媒體 這些電影或者電視劇 重演員員還會繼續做的 我能做什麼事情 我有的時候我會劈她 我有的時候我會覺得 在某些狀況下未嘗不可 因為事實上 當我們慢慢的把這個 女性的身體視為平常 不要再這麼緊張兮兮的 神聖兮兮的時候 搞不好是另外一種解放的力量 我不能一概而論 說女性的身體的羅路都是不好的 我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之下 在不同的戰略運用之下 它會有不同的效果 至於前面的問題 我忘了 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 你是說意識形態 公司的廣告嗎 像是斯蒂麥的廣告 哦 斯蒂麥廣告 大家不曉得 可能沒有看過我寫的一篇文章 就談斯蒂麥廣告 跟諸葛亮的廣告 我在斯蒂麥廣告 跟諸葛亮廣告的這個分析當中 看到的是說 我們這個社會啊 其實你從廣告來分析 你發覺我們這個社會 有極端兩極化的趨勢 比較洋味的廣告啊 就是說就放一些很浪漫的音樂 然後很浪漫的這個人物 這種飄來飄去 跑來跑去 背景裡面還泥泥濃濃的 聽不懂的法文 連我這個學英文的都聽不懂的 講一些聽不懂的話 唱一些聽不懂的歌 整個的過程當中 都製造一個情緒 什麼秋天落夜 然後就賣汽車 這個從前八點檔 玩那個常常播這種廣告 像這樣的廣告 可是另外還有一些廣告 就什麼少林十八童人 還有 還有什麼 叔叔 趕快用叔叔 什麼用叔叔 什麼這類的 還有那個 有一些 還有一些 就這些就是我所謂的土味廣告 因為土味廣告裡面 即使是 而且那個排名喔 這個品牌的名字一定很妥像 仙桃牌 仙桃牌起見丸 仙桃牌起見丸這個土味廣告 所以是常常有啊 從前就有啊 從前講說它可以融入的 可以讓你身材更好 現在是體健換了名字了 然後還有什麼 歐咖飄的這種 小玩兒 驚風傘 那這一類的 土味廣告的話 多半都很實際的告訴我說 這個藥可以做什麼 它的實際用途是什麼 那陽味廣告呢 就是製造一個氣氛 像四立麥廣告一樣 搞不太清楚它在賣什麼 但是好像有種模糊的感覺 覺得它很心潮 覺得它很奇怪 覺得它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 如果你是說四立麥廣告訴求的觀眾 都是年輕的 都會的 中產的 比較有這個西方影響的 那土味廣告呢 就是訴求那一些鄉鎮的 中年的 比較熟悉一些老的事物 比較信賴某一些熟的面孔的 你給它放一點法文 它的觀眾不知道在幹嘛 但你給它一張 它每一天錄影帶上看 諸葛亮哥三金秀 這一類的 它很熟悉的東西 它就很信念它 如果說它生病的話 它頭一痛 它就想到 那應該要吃什麼什麼了 有這樣的方式 洋味和土味廣告 事實上顯示出來 兩個分歧越來越大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孤會的 是中產 是年輕的 是西方的 另外一個世界 卻是鄉鎮的 沒落的 中年的 逐漸老去的 他們還沒有相信 什麼要去找醫生看病的 他們只是在藥房 買點現成的藥 這兩個世界裡面 在這個洋味廣告的世界裡面 賣的是休閒飲料 穿著有氧運動衫 跳來跳去的 然後喝這個好閒好悠閒啊 我還想還要靠運動來保持我的身段 可是另外一邊卻是累了一塌糊塗 我必須要喝一碗 現在叫做什麼 各式各樣的咖啡啊 各式各樣的飲料啊 或者說像 最近很流行 對楊烈跟什麼人開動的吉普車 然後大家就卡一個大聲 這表示說我們這社會裡面有很多人 他們餵得一塌糊塗 他們不得不喝一點 康貝特啤啊 這一類的 或者Visity咖啡 現在不是Visity 現在是Visity咖啡 你看那些人做的廣告街人 也是多半看起來有點像Ochiu一樣的 所以可以看到兩個分歧的世界 一個很悠閒的 這個享受的 而另外一邊就是很老苦的 不斷的需要這些飲料來賭藏 這兩個世界越來越遠 然後你再看看我們的廣告的這個分配啊 有的時候你看到整版的汽車廣告 房屋廣告 夢境啊 樂圖啊 多美多好 小孩子 大樓 樹 游泳池 可是另外一邊 你看分類廣告都最下面 有寫有類的 什麼借錢啦 什麼抵債啦 什麼賣什麼樣的東西啦 哪一個人來做台 可以滅入數萬元啦 或者有各式各樣的這種 什麼真信新聞啦 警告淘漆啦 某某人又怎麼怎麼呢 所以這樣的兩個世界 而且在我們的廣告世界裡面 看出來了一個越來越分歧的社會 那個廣告越做越大 洋味的廣告越來越多 而另外這個主流廣告 目前正在逐漸的走下風 雖然它還是在某一些時段裡很多 慢慢的會逐漸走下風 因為你可以看到 土味廣告裡面也出現洋人了 它也必須要夾洋自重 所以要感冒要輸出 後面還有兩個女的洋人 跳一跳 仙桃來一起經驗完的話 也是洋妞請著奶子在那裡 怎麼說很優秀喔 所以土味廣告裡面 也開始有洋味廣告的侵入 所以在這些景象當中 就可以顯示出來 我們社會事實上 有很大的分歧性 所以如果你說 對意識形態廣告 怎麼樣來解讀 我就只能告訴你說 它是洋味廣告的 典型的代表 訴求都會的中產的年輕的消費群 製造的是氣氛 販賣的感覺 這邊有什麼不好 因為現代很多時候我們買商品 就是買那個氣氛 買那個感覺嘛 你說開EMW跟開文藝龍說 有一點點區別啦 但是那種拉風的那個勁兒 那就不一樣了 剛剛您提到說 媒體影響到大眾的價值太大了 那是不是我覺得有可能 反而是大眾的集體價值取向 回過來引導媒體的報導方向 你現在給我一個選擇提示說 它兩個都是單向的 媒體影響大眾 大眾影響媒體 那我比較喜歡使用的模式的話 不是單向的 而是循環的 因為事實上 我們是互為英國的 正是 我換一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們常常說 巴黎黨的一句句很爛 那巴黎黨的一句句 為什麼那麼爛呢 那為什麼總是演這些東西 而且我更搞不懂 我們是怎麼有這麼多人愛看 那豈不是反映了我們的觀眾很爛嗎 我倒是情願用另外一個方向來看 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這個社會有很多人 他不得不看《八點打雷七句》 一 他沒有選擇 二 他也沒有辦法承受另外的 需要他的腦力智力來看的節目 你在一天工作忙碌之後 他只能看一些 什麼胡瓜啦 楊凡這些 講的一些沒有什麼太大意思的 張飛的一些笑料而已 他只能承受這一些 他沒有多餘的精力 再來說 花點腦筋 關心社會 看看熱線追蹤 讀讀中國論壇 他已經沒有那個腦力 來做這樣的事情了 看看 順便 他只能把握他有限的時光 最好就是坐在沙發上面 什麼事都不要想 只有坐在那裡很被動的 讓這些藝人們講一些笑話 拿一個大狼頭 敲敲鼻子的頭 打一打 發洩一下 這為什麼女手劇場這麼紅 就是這樣子 因為在這裡面 他表達了一些 對對方的敵意 而用這種打的方式 用這種嘲笑 講很刻薄的話的方式 來給你一些感官的刺激 發現你在工作壓力之下 在這個家庭事務的壓力之下 感到這些不滿意的狀況 這一些八點檔的節目之所以爛 有的時候不見得是我們觀眾爛 不見得是八點檔製作人 特別要他爛 而是說我們整個的生存環境 本身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已經使得我們再沒有力量 來用敏感的求知心情去吸收東西 而八點檔的話 也正好配合了這個需要 從這樣的方式來製作 八點檔之所以是兵家必爭之地 是因為那個時候吃完了飯 睡覺以前 為什麼是非常好的黃金時間 就是因為那個時間 大家在看電視再過了 大家就洗澡睡覺 誰要看公視呢 對不對 所以大家就洗澡睡覺 只有像我們那種夜貓子 沒事還繼續看一看 蔡世銘老婆主持的熱線追蹤 我們還花點精神看看這個 其他的人的話 我想就差不多就完了 準備明天早上 因為明天早上要早點起來啊 你不是五六點鐘起來開車的話 搞不好會塞車 早點去的話 大家可以站個停車位 在停車位上面 嘟嘟抱著吃吃早飯 洗臉刷牙之類的 台北市的生活是非常苦的 我通常我對於一個電視媒體的爛 我通常不會說只是怪這個媒體 或者怪觀眾的程度 我是覺得說 我們生活的環境 不容許我們做比較有建設性的 比較有這個教育性的事情 然後呢還有當然 當然別的一些制度上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還 太缺乏了一些專業的人才 來考慮說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呈現這個媒體 才達到一個教育的功用 都是一些 我們所看到的 差不多是一些普普通通的過氣的演員在製作 他們的話對於這個節目的教育性怎麼樣 對這個節目可能產生的影響怎麼樣 是沒有整體的評估的 最主要是尋求娛樂而已 這是蠻遺憾的一件事情 回到你剛才那個最起初的架構 我還是要講說 不是媒體全然的操縱我們 也不是我們全然的把我們的價值觀 反映在媒體裡面 我們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他們在媒體當中可以呈現給我們 我們世界可能是怎麼樣的 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價值觀 但同樣的我們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把我們的意見透過它來表達 借給我們批評的廣告 現在很多報紙都建立了一些意見橋 或者是我有話要說這類的欄 事實上的話就是讓觀眾也有一些 表達意見的機會 讓電視從事人員 自己來做一些反省和檢討 這是很小的一步 或至少是一個開端 好像 去問一個問題了吧 剛才剛才有提到過 一個媒體它在播 它今天開始發行動的時候 已經常常的所謂的 綠色立場 那像我們來看這個媒體的批評 它不會批評的話 也不會批評這條新聞 但它也是站著腳步 那它也是所謂的 那它也已經是所謂的客觀方式 那既然這兩方面是個客觀方式 我們有什麼責責來自詢 為一個媒體的批評 這一段說子之間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第一個 我從來不說我是客觀公正的 我從來就告訴你說 我是處於某一個關切的立場 由於我和你 在媒體中所呈現的利益立場不同 所以我要批判你 我不以客觀的帽子壓你 我也不准許你用客觀的帽子來壓我 我正式同意說你可以講你的故事 我可以批判你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來逗一逗看 看能不能夠逗出一個比較合理的 這個意見表達的管道 為什麼一定要地位相等才能夠批判呢 而且往往我告訴你 批判這兩個字 都就是蠻長的 是用這個邊緣的弱勢地位 來批判那個主流的中心的那個說法 我們當然不是在對等地位 哎呀我如果是在跟他對等地位 我今天不用來這裡講了 我就到電視上去說吧 那如果不是都有機會的話 變得有點自說自話 自說自話有好幾個意思 不要說第一個意思 自說自話是說你講的話我沒聽到 我講的話也沒聽到 自說自話 或者有的時候我們兩個對面講 但是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兩個人不願意讓步 這是兩個不同的狀況 那對我一個媒體批判工作者來講 我會說 我會盡量在媒體上面 找一些位置出來寫文章 當然你們也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有 常常有投稿的習慣 你在報紙上寫文章 常常會被人動手腳的 就是偶爾要給你的題目 露一兩個字啦 或者根本把你的文章讀反 像昨天這個中國時報 人間復刊 清華大學廖比惠教授寫了一篇文章 好像是講的是 新保守主義的文化批評 下的文化評 結果下面還有兩行字 就是說從他的文章裡面 引用出來兩行字 按理說這兩行字 就代表了廖比惠的立場 可是你如果讀到他那篇文章 你發覺那兩句話 正是廖比惠所批判的立場 可是問題是呢 我們這邊有一些人 不大會讀文章 但是他讀文章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只要把那個人文章當中 那兩句話 一字不漏地引下來 就是他的立場 卻忘了有的時候 你是不是在這邊 正是要批判這個立場 他在引用的時候 他就沒注意到 你是怎麼樣用這兩句話的 所以昨天呢 美貴就被 《中國時報》副刊的人擺了一道 亮出來那兩條黑情字 代表的立場 不是讓美貴的 正是他相反的立場 所以我們在媒體上寫的時候 由於主權不抄在我們手上 我們也常常吃虧 這就是我完全同意 我們不是站在對黨的立場上 我們常常是在吃虧的立場上 因為我們沒有掌握媒體 但是呢 問題是說在媒體 諸多媒體的競爭空間之內 往往我們還有一點點小位置 擠得出來 因為比方說啦 如果我們寫的文章很犀利 很有趣 會吸引讀者的話 媒體即使是不爽 還非得用語不可 雖然他可能會跟在你後面 漏一兩個字 把那個不 你寫的不漏掉 或者說你的題目怎麼寫的 他可以打個問號在下面 之類的 故意顛覆你所寫的東西 所以我完全同意 我們不在對等立場上 但是這並不表示說 我就不批判你了 越是不對等 我越要批 就是你剛才提到 或是說 正在自己的權益力 你講過啊 中間呢 你會不會知道 今天我剛剛 說的事實說 是自私自利 就因為你是正在自己的權益力 都還講 你在講這些話 所以說變成了 那這種 自私自利的話 如果說 你要講的不是自私自利 還是說自私自利 我也同意 那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媒體講的話 主流講的話 也是自私自利的 我現在所要說的就是 主流媒體 中心文化 你不要擺出真理的樣子 你不要擺出客觀的樣子 少來這套 你跟我一樣 都是站在某一些 利益觀點上的 現在就讓我們 站在不同的 利益觀點上 進行對談 看看我們能不能 談出一個 比較理想的生活空間 比較理想的意見 表達空間 當然你會說 那你沒有掌握媒體 你一定要吃虧喔 我說嘿嘿 正是 我也是常常吃虧 但是 我的奮鬥精神不懈 而且我現在還要輔助你們大家 加入我來一起奮鬥 給我添加一些生命軍 希望你們都能成為 有自覺 有反省的媒體工作人員 或者還有一些少數 異類 邊緣的 雅流的 你們會變成很好的 媒體批判人員 跟我站在一起 督促那些媒體從業人員 好 我的時間到了 因為那邊牌子已經值了幾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非常適合的 為我們做委長這麼具有 請帝兒行之類演講 那我們在這邊 除了 帶來全部製造最高的 謝謝一支外幣的正宗影片 小禮集點 也要加多這一支 謝謝 謝謝 你們學校跟我們學校很像 每次都是誠讀 驚奇 都是這四個字 我們學校好像也是 也是什麼 什麼獨啊 什麼情啊這一類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說 獨的時代已經過了 大家可以說很獨實 但是我講話不是很獨實 不是很獨立 那驚的話 有些事情站在很驚 有些事情站在很過 行的話 有些事情我是很輕鬆 但大部分的時候 我是蠻懶散的 由於何小姐 她今年要競選 那個這個 亞洲地區這個 這個女教授選美 所以我是她的這個公關 所以現在給她拍一點宣傳片 謝謝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相信嗎 你相信嗎